嗨,大家好!我是營養師,Angel 我曾經在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腸道益生菌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益生菌的知識 大家都知道益生菌是一群平衡腸道菌酮 對人體健康有益的微生物 那人體的益生菌從哪裡來的呢? 有一派學說認為 胎兒體內原本是無菌的狀態 經由自然產和剖膚產的時候 從媽媽產到或身上得到細菌 此時寶寶體內都是以好菌為主 當開始吃副食品和接觸各種環境以後 體內的菌相會開始改變 隨著年紀的增長 體內好菌和壞菌的平衡就很重要哦 益生菌的產品白白種 我們應該怎麼挑選益生菌產品呢? 以下分為五個方向來幫助大家了解 第一個,菌種應該要幾種呢? 種類其實不一定是越多越好 要選擇能相輔相成 互相幫助彼此生長的菌種比較重要 而且也可以依保養的目的 例如針對腸道疾病 或者是身體過敏反應 選擇合適的菌種 第二點,談到菌種 我們就會討論到菌株 在生物學的分類 我們常看到鼠名和種名 例如氏酸乳酸感菌NCFM的英文名字 Lactobacillus是鼠名 Acidophilus是種名 NCFM才是菌株名 那什麼是菌株名呢? 是研究者針對特定研究的益生菌去命名 這個菌有特定的基因定序 並且將功效發表在科學文獻或是專利中 所以可以在選擇產品時 經由辨識產品的特定菌株 是否有明確的實證功效哦 第三點,菌株 益生菌的產品一定要超高菌株嗎? 其實是不需要的 適量的菌株就可以發揮功效 根據研究 每日攝取10億以上的菌株 就可以達到健康功效 而且腸道表皮細胞 可以附著的益生菌也有限 多餘的菌株會隨著排泄物排出 適量的菌株有效地附著在腸道細胞上 發揮功效才是重要的 第四點 活著住腸道才是真有效 食物吃進肚子裡會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所以益生菌要能夠通過耐胃酸、耐膽鹼的測試 才是真的能住進腸道裡的好菌 住進腸道以後 也要能夠有效地附著在腸道細胞上 住好住滿才是優秀的益生菌哦 第五點,添加好菌的食物 如果體質強勁的好菌 加上有添加他們喜歡吃的扇食纖維 例如橘糖,那益生菌的戰鬥力就更厲害了 可以頭好壯壯地在腸道生長 把壞菌都擠掉 所以選擇產品時 可以確認是否有添加膳食纖維哦 最後提醒大家 腸道的細胞是會代謝轉換的哦 附著在上面的好菌也會跟著變化 所以建議益生菌要長期使用 加上多吃益生菌喜歡的蔬菜水果 這樣我們的腸道健康才能夠長長久久哦 謝謝大家